我叫周国华,今年24岁,家住西哈努克省,目前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工作。 我在2016年,有幸得到西港特区公司和五西商院的居住,到中国进行留学。 两年的留学生活,不仅让我的中文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而且我还学到了一些中国文化。 在这两年时间,我也认识了很多中国好朋友。 我非常喜爱中国文化,学习工作基于,我也很喜欢唱歌,特别是中文歌曲,之前还参加了一些比赛得了奖。 2018年1月29日,我进入西港特区公司工作,主要负责对外联系以及中简文的翻译工作等。 在特区这片广阔的舞台上,我不仅得到了成长,提升了具体的中文水平和业务能力,而且还绝食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一起陪伴特区成长。 如今,西哈姆克港经济特区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化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越来越完善。 引进了166家企业,创造就业岗位近3万个。 以前,特区所在的布藤村非常贫穷,一头牛就是全家人一年的收入。 如今依托西哈姆克港经济特区的发展,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布藤村也已经成为了西哈姆克省最富裕的村庄之一。 西哈姆克港经济特区有位景中交流,搭建起了一座桥梁。 在特区内,不仅由西哈姆克省,中情游义理工学院,西哈姆克港工商学院两所大学, 还有中国图书中心,无印书商城四月读点。 学习工作基于,我们很喜欢来这些地方充电,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也让我们更了解了中国文化,世界文化。 洪森首相称西哈姆克港经济特区是他的亲儿子。 高度评价,他是中简一带一路合作的典范。 习近平主席,成长特区是中简务实合作的样板。 能在这里工作,学习,我们都感到非常的自豪。 他给了大家成长的舞台,给了大家改变人生的机会。 在西哈姆克港经济特区,未来蓬勃发展的道路上, 我将继续陪伴他一路向前,携手进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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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